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FINTV 我是阿芬 今天要替各位萌新玩家教学 宝可梦即幻式卡牌该如何游玩 首先我们就先来认识 卡片中最重要的卡片种类 宝可梦卡片啦 宝可梦卡片也就是这种 牌面上画了一只宝可梦 在下面有写他的招式的卡片 卡片的上方是这张卡片的名称 左上是他的阶级 稍微下面一点的地方是进化前的宝可梦 我们将小火龙一家一起弹开来看 就会很清楚 小火龙是基础 所以左上角很自然的 也不会标示进化前的宝可梦 而火恐龙是一阶 进化前是小火龙 喷火龙是二阶 进化前是火恐龙 最右上角是宝可梦的生命值 还有他的属性 在宝可梦卡牌之中 总共有11种属性的宝可梦 除了每一种属性之间都有相克关系 每一种属性也都有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 像是草属性的宝可梦 他们的招式通常会具有治疗的效果 而火属性的宝可梦 他们的招式时常能够令对手烧伤 水属性的宝可梦 他们的招式时常能够操控能量转移 大家可以每一种属性都玩玩看 看哪一种属性是自己最喜欢 最适合自己的 卡片中央的部分 就是宝可梦所能够使用的招式 每一个招式的左边 都会标示该宝可梦 使用这个招式的前提 像是呆火托 他的第一个招式前 画了一个火焰的圆形图示 还有一个白色星星的图示 也就是若是呆火托要使用连续偷锤的话 他的身上就必须要依附着一个火属性的能量 以及另外一个任意颜色属性的能量 总共两个能量才可以使用 而这部分需要注意到的是 并不是需要花费掉能量才能够使用招式 而是只使用这个招式的前提 需要有这些能量依附在该宝可梦上 除非像是喷火龙GX的红莲风暴 这类型的强力招式 大家可以看到他招式的下方说明 在使用完这个招式过后 就必须要将依附在卡上的三个火能量丢到气牌区 这就是招式使用过后的代价 另外有一种招式的前面 画的是灰色的圆圈图示 像是阿罗拉六尾的指引 这个招式呢 则不用在宝可梦身上依附任何能量卡就可以使用 另外GX宝可梦还会比一般的宝可梦多一招GX招式 这种招式会写在一般招式的下方 用特别的方框框起来 通常这种GX招式非常的强力 所以在一场游戏之中 双方玩家都只能够使用一次 玩家需要慎选这个GX招式 该在哪一个回合 由哪一个GX宝可梦来执行 左下角是该宝可梦的弱点属性 若是遭到该属性宝可梦的攻击 那么此攻击的伤害就会乘以两倍 稍微右边一点的这个栏位 是标示该宝可梦的抗性 据皮卡丘来说 它的这个栏位上标示了刚属性-20 意思就是说 若是这张皮卡丘 受到了刚属性可可多拉的金属爪攻击 原先能够造成30点伤害的招式 对皮卡丘只能够造成30-20变成10点 更不用说它的第一招撞击 则可以被皮卡丘完全免疫 那如果是你看到 宝可梦卡片抵抗力的栏位是空白的 也就是说 它对任何属性都没有抵抗力 该受到多少伤害就是多少 最右下是标示撤退所需要花费掉的能量 像是凯露迪欧在这里标示的是 两个白色星星图示 所以若是你想要将正在战斗区 已经累积到不少伤害的凯露迪欧 撤退回备战区避难 从备战区交换另外一只更强力的宝可梦出战 就需要将凯露迪欧身上的两个不限颜色属性的能量 花费掉作为撤退的代价 而花费掉的能量卡则被丢到气牌区 另外若是卡片上的这个栏位为空白 像是卡普明明这张卡片 这就意味着将这张卡片从对战区撤退回备战区 不需要花费任何的能量 而刚刚所一直提到的能量卡片呢 就是长得这样 整张同样颜色中央有着属性标示图案的卡片 通常我们会需要依照自己的需求 在牌组里放置适当数量的能量卡 放得太多太少都不行 宝可梦卡牌游戏有限制 每一位玩家的牌组必须刚刚好满60张卡片 多一张少一张都不行 那么当你牌组内的能量卡太少 可能会导致你一直抽不到能量 而宝可梦若是没有依附能量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没办法使用招式的 你绝对不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当宝可梦没办法施展招式的时候 就只能够在对战区法战了 反之若是牌组内的能量放得太多 一直抽到能量卡 没有宝可梦可以排上对战 也会马上就输掉比赛 另外能量卡有分成基本能量卡 还有特殊能量卡 基本能量卡只提供一个能量 而特殊能量卡则有各式各样的效果 现在最常见的特殊能量卡 就是我们在G1超骑士牌组中的双重无色能量 在右上角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被分类在特殊能量卡 玩家们需要将它们区分清楚 因为像是物品卡中的能量回收 还有能量转移 效果都是只针对基本能量来发动 不能够使用能量回收的效果 将被归类在特殊能量的双重无色能量 从气排区取回 但是另外一张粉碎之锤 它的效果内魂之中 就没有特别注明是针对基本还是特殊 所以只要是能量卡 都是它能够作用的范围 除了宝可梦卡和能量卡 还有一种类别的卡 名叫训练师卡 在卡片的左上角 写着trainer的都是这种卡片 在训练师卡之中 又分为物品卡、支援者卡和竞技场卡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来区分 它们是哪一种卡片 一般物品卡都是用来帮助战斗 有利于自己情势的卡 在自己的回合之中 可以不限章数的使用 使用过后 就要将该卡片丢到气排区 在物品卡之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卡 名为宝可梦道具 我们能在卡片的中央 看到宝可梦道具的文字叙述 这种卡片用来依附在宝可梦的身上 每一只宝可梦 限制最多只能够依附一张宝可梦道具 说白了点 你可以想象成 在宝可梦身上配戴了武器或防具 自然的 能力就会变得更强 或是可以得到特殊能力 支援者卡呢 公用与物品卡雷同 是用来让战斗变得更加有利的卡 在使用过后 就会被放入气排区 但是通常 因为这种卡片的效果 比起物品卡来得更加强大 所以规则上有限制 一个回合只能够使用一次支援者卡 所以说 就算是我们的手牌中 有着酷酷一博士 莉莉爱 还有哈乌 你也只能够在你的回合之内 慎选其中一张来使用 剩下的就要等到下个回合 下下个回合才能够使用了 竞技场卡 就像是本传游戏中的场地 双方玩家都能够利用场地上的各种效果 在使用过后 该卡片就会被放置在战斗场上的明显位置 效果便会持续存在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回合 除非它被其他的卡片效果给破解 或是被另外一张竞技场卡给替换覆盖掉 才会进入到气排区 另外 在规则上有限制 在自己的回合之内 每一个回合只能够使用一次竞技场卡 并且你也不能够使用已经存在在场上 同名的竞技场卡 宝可梦即换式卡牌游戏 需要有两个人各自准备自己的一副 含有60张卡牌的牌组才能够进行游玩 其中的能量卡并没有放置数量的限制 但是宝可梦卡和训练家卡 同样名称的卡片数量限制不能放置超过4张 当双方彼此到过请多多指教 打完招呼和握过手以后 接下来就是决定双方玩家的先后攻顺序 常见决定的方法有猜拳或是支硬币猜正反 由赢家决定先后攻 双方在充分喜切自己的牌组之后 将牌组反面朝上放在台面上 右前方的牌库位置 从自己的牌库上方抽取7张卡片 不能够给对手看见 拿在手上作为手牌 双方从手牌中选择一张基础宝可梦 反面朝上放置于战斗场 接下来若是你的手上 还有其他基础宝可梦 若是你想要 也能够在这个时候 将它们反面朝上放置于备战区 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 备战区有限制 最多只能够放置5只宝可梦 等待双方玩家的战斗场上 及备战区都设置好宝可梦之后 双方玩家将牌库上方的6张卡牌 反面朝上放置于左方将上卡的位置 当一切皆准备完成 接下来双方将战斗区 备战区放置的宝可梦 翻到正面来对战正式开始 但是这边有一点需要注意到的是 若是在第三步骤时 玩家的7张手牌内 没有任何一张基础宝可梦 则需将手牌展示给对手看 并将手牌全部放回牌库 再次洗牌重抽7张手牌 而在这种因为玩家没有基础宝可梦 所导致重抽手牌的情况 另外一位玩家将能够在 放置完奖赏卡之后 对战开始之前 再多从牌库内抽取一张手牌 对战正式开始之后 再进行每一个自己的回合 都是由从牌库上方 抽一张卡片加入手牌作为开始 接下来你能够做的事情有 放置备战宝可梦 附加一张能量卡 使用训练家卡、进化宝可梦 使用宝可梦特性 还有撤退这6件事情 而这6件事情 玩家可以任意调换顺序来执行 只要有符合规则 还有牌卡上的说明 放置备战宝可梦 顾名思义 就是将手牌上 持有的基础宝可梦 放置到备战区 需要注意到的是 备战区最多只能够放置5只宝可梦 从手牌附加能量卡 到宝可梦的这个动作 每一个回合之内 只能够执行一次 我们通常会将附加的能量卡片 放在宝可梦的后面 并露出一点侧边 方便双方玩家计算 以附加的能量数目 而将能量卡附加在 战斗场上的宝可梦 或者是备战区的宝可梦 都是可以的 但若是有宝可梦的效果 或训练家卡的效果 能够额外附加能量到 场上的宝可梦上 则不受一个回合 只限依附一次能量的限制 举例子来说 像是沙奈朵GX的特性 就是能够一个回合一次 从自己的手牌 附加一张妖精能量卡 到自己的宝可梦上 若是再加上 刚才所提到的手填能量 总共就是在一个回合内 贴到两张能量卡了 而若是你的备战区 需要有第二支、第三支的沙奈朵GX 并且每一支都一并发动特性的话 只要是手上的妖精能量足够 也可以再多填充一张妖精能量卡 再多填充一张妖精能量卡 达到一个回合 就依附到四张能量卡的 超级combo 连续剂 宝可梦的特性 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设计 你可以想象成 宝可梦的额外特殊能力 拥有特性的宝可梦 能够在卡片的中央 招式的上方看得到特性的说明文 不过玩家在进行游戏时 需要相读这些说明文的效果 发动时机、启动条件 有的特性是强制发动型 有的则是选择发动型 有的效果是针对战斗区的宝可梦 有的则是针对悲战区的宝可梦 有时候是针对支援者卡 有时候则是针对物品卡 有时候是针对排库 有时候则是针对受牌 而使用训练甲卡的部分 就像是我稍早所提到的 物品卡不限使用次数 支援者卡和竞技场卡 一个回合只能够使用一次 竞技场卡发动后 会持续存在在战斗场上 除非被其他效果给破解 或是被其他竞技场给覆盖替换 一个宝可梦只能够依附一张宝可梦道具 剩下的就是符合效果说明文内的规定来使用 撤退这个动作 是让正在战斗区的宝可梦 与被战区的宝可梦 进行交换的一个动作 每一个回合只能够执行一次 除非是有其他卡片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据例子来说 像是索尔加雷欧GX的特性 还有物品卡、宝可梦交替 都有一样的效果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交替 是不用撤退费用的 在大多数的回合 玩家们不会执行撤退 但若是你出战的宝可梦 身上已经累积了许多伤害 而被战区又有一只强力的宝可梦 能够替换战斗 你也许能够考虑这么做 需要注意到的是 在战斗区宝可梦右下角的标示 这里就是你需要进行撤退 所需要花费掉的代价 像是暴鲤龙的撤退代价 是四个不限颜色的能量 如果在他的身上没有衣服这么多的能量 则不能够进行手动撤退 只能够使用其他卡片的效果来达成交替 进化宝可梦这个动作 只有在手牌中拥有场上宝可梦的 进化宝可梦才能够执行 直接将进化宝可梦 放置在预进化的宝可梦上方即可完成 据例子来说 若是我的场上有一张小火龙 而我的手牌上有一张火恐龙 直接将火恐龙放置在小火龙的上方 即可完成进化 宝可梦在进化库后 他原先身上的伤害指示物 以及衣服的能量都会保留 但是特殊状态可以得到恢复 原先的招式和特性将不能够再使用 会被替换成进化过后的招式组 玩家可以自由进化战斗区的宝可梦 或是备战区的宝可梦 补限次数 并且刚派上场的宝可梦 和刚进化的宝可梦 在相同的回合之中是不能够进化的 除非你有其他的卡片效果能够达到进化 举例子来说 像是衣布这张卡的特性 能够在衣服一张能量卡片之后 直接从排库里找到同样属性的进化形态 直接放于此卡上方来完成进化 不被最初回合不能进化这条规则所限制 紧接着在这六件事情都执行完毕之后 你可以选择是否要使用宝可梦招式 招式就像是稍早所解说过的 只要有满足招式前的衣服能量条件 就可以使用该招式 有属性标示图示的就有限制 必须要依附着该属性的能量 而无属性的星星标示 则是没有限制需要依附着什么属性的能量 玩家需要注意到的是 只有位于战斗区的宝可梦能够使用招式 并且规则上有限制 先攻的玩家在最初的回合是不能够使用招式的 而后攻的玩家最初的回合则可以 而不管你的宝可梦有几个招式 在你的回合之内只能够选择其中一个招式来执行 GX宝可梦的GX招式 在一场对战游戏之中 双方玩家彼此都只能够使用一次 当玩家使用完GX招式后 需要将原先摆放在桌子上的GX标记翻转至背面 表示你在这场游戏之中已经使用过GX招式了 承受你宝可梦招式的对象 是对手战斗区上的宝可梦 除非招式的效果文有表示 能够对备战区的宝可梦造成伤害 使用招式的该宝可梦属性及是该招式的属性 计算伤害的时候 必须连对方的弱点及抵抗力一并计算进去 当招式成功对对手宝可梦造成伤害后 将伤害此事物放置于承受招式之宝可梦卡上 方便计算剩余的生命值 而若是伤害累积达到 超过对手该宝可梦的生命值 该宝可梦便会弃绝 弃绝后 宝可梦与依附在卡片上的所有卡片 皆会一并进入气牌区 而若是弃绝的是位于战斗区上的宝可梦 该玩家需要随之从备战区 派上一只宝可梦上战斗区替补 成功让对手宝可梦弃绝的玩家 可以从左方放置的奖赏卡中 不按顺序的抽取一张加入手牌 而若是弃绝的宝可梦 是GX宝可梦 所获得的奖赏卡则是两张 需要注意到的是 玩家执行的使用招式 是自己回合中最后一个所执行的动作 若是使用了 即是自己回合了结束 不能够再执行 撤退 派出宝可梦 依附能量等等的动作 在自己的回合结束后 就轮到对手 以从牌库上方抽一张卡 加入手牌作为开始 随后自由执行那六件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再以使用招式作为回合的结束 再轮到自己 而关于宝可梦的特殊状态 也就是中毒、灼伤、睡眠、麻痹、混乱 通常我们会利用到特殊状态的标记 还有透过横置卡牌、颠倒卡牌来表示 详细的说明我会绣在画面上 在双方回合结束的时候 都需要确认双方的宝可梦的状态 按照说明书上的规定指示来进行游戏 在宝可梦卡牌游戏中 获胜的方法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将六张将商卡都拿到手 第二个就是击倒对手场上所有的宝可梦 让对手没有可以派上战斗区域的宝可梦 第三个就是如果对手在他的回合开始时 牌库中没有卡牌能够进行抽牌 如果成功达到这三个的任意一项 即可在该游戏中获胜 最后就是了解自己牌组的每一张卡片的效果 多与其他玩家对战练习 熟练自己牌组的战术运用 透过扩充包或是与朋友互相交换卡片 调整强化自己的牌组 让自己在游戏中更加容易取胜 玩家们也可以透过不同思路 组合出不同类型战术的牌组 玩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战斗风格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对你有帮助 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现在或是将来想要游玩的宝可梦牌组吧 也同时分享给你可能会需要这支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帮我们点下个喜欢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欢迎订阅这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